渾輪 所以她平常工作很忙 但是他這次還是把工作放下 來這裡做義工 幫忙訂定 幫忙翹翹 幫忙做義工 所以主委同修 人生不是就是努力賺錢就夠了 不然如果他的孩子死掉 我不瞞你 他也會死掉 為什麼 他那時候擔心孩子又忙又累 整個人類黑掉 你那時候是不是受寄不來 我那時候 其實出來真的是非常懺悔 我那時候已經是 因為那一小子餐廳 我自己都沒有辦法睡覺 所以經常 就像老師講的 私之努力 然後經常投陰 我說開車太高一半 丟陰的 沒辦法開車 他真的是非常感恩 地藏土上的舊度 地藏上的舊度 都在這個高速公路上 都很非常危險的情況之下 發險而已 突然都是投陰的 沒辦法開車 都在車上要躺一兩個小時 幫我再開車這樣子 主位同修 你看家裡如果有一個人不好 影響到整家人 你看他差一點在海味上面 所以我才說我要救孩子 第一一定要先救爸爸的意思就是在這裡 因為我救他 他會用功跟我配合 你剛才有聽到他講 他在海味上面好幾次陰 就要走掉 所以恩師才說你們要保重 誰啊 那個潑爐 潑爐不可以隨便用好不好 我這一次去美國 才發現很多人都用潑爐 那個潑爐只要潑過的東西都病 雅硝酸鹽 吃下去整個細胞都病變 這一次 我從美國回台灣 有人 有一個男人來跟我請話 他太太胃癌 我問他說 你太太有沒有吃波爐的東西 他說有 他去上班 帶便當 才兩年而已 中午那一餐潑而已 胃癌 現在頭髮都掉光光 不行啦 在急診室 又一個來 我又問他 也是他太太癌症 會癌 說有沒有吃波爐 他說有啊 家裡方便嘛 大家都忙嘛 波一下一分鐘就吃了 所以你們要很小心 好不好 要小心 我不知道 因為恩師就是每天 有癌症的男來 情話這麼多 我就開始去研究 什麼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 除了癌障之外 一定還有原因 哦 原來很多化學的東西 很多農藥的東西 很多水的不乾淨 很多東西都出問題 還有防腐劑 所以那個醬油啊 有一種沒有防腐劑 要買來吃 懂懂 所以我們吃東西要很小心 好不好 你看一個孩子出問題 一家人都完了 整個身體都完了 很辛苦 所以諸位同修 你看現在這一位吉士 大太太也學活 很虔誠 他的孩子 尤其是活過來那個 寶寶 好乖哦 每次去看到 師公一定要拜拜 師公跟他鼓勵 叫他吃營養 現在很乖 哦 非常感恩 師公 我這個老三的這個小朋友 他非常聽 這個師公的話 他小孩子 難免都很喜歡吃糖果 他便恢復好以後 還是會去吃糖果 那 有一次在禪勢的時候 師公就告訴他說 你以後不可以吃糖果了 從那一次以後 他到現在都沒有再吃過糖果 他師公給他糖果 他都拿回去把它存起來 然後阿嬤如果從南部回來 給夫長他的時候 他就把糖果 叫阿嬤拿回去給阿公吃 吃便當這樣子 阿彌陀佛 各位同修 這個就是爸爸用功 孩子上根就增長 你看師公叫他 因為我都會給他糖嘛 但是我都會跟他說 你看就好 不可以吃 他就不敢吃了 你們還可以吃 懂不懂 他是偶爾可以吃 但是我是不希望他吃太多 懂不懂 所以你們不要覺得恩師吝嗇 懂不懂 你不能吃太多 所以我都給你們一顆就好了 就是這個原因 懂不懂 所以他現在一家人 已經能夠非常幸福快樂 所以恩師教你們 掌握自己幸福人生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這樣掌握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所以有沒有覺得幸福的人生非常重要 是的 非常很重要 所以他現在朋友要去哪裡 他不會隨便跟他去 他是先去用功比較重要 修福修費比較重要 做功德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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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諸位同修沒有走到那種地步 真的體會不出來 那種人生的痛 一個孩子出問題 爸爸也差不多了 沒有精神了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還沒有問題的時候 趕快把握 所以恩師很高興 所以恩師很高興 他今天能夠撥扣到我們馬來西亞 來幫助恩師修復 幫助師傅做義工 來帶你們用功 我們大家跟他鼓掌 祝福我們諸位同修 和家平安 祝福諸位同修 和家平安 事業順利 財源廣盡 祝路平安 內外吉祥 阿彌陀佛 問訓 諸位同修 偉大的地藏菩薩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所以恩師非常忏悔 恩師只不過幫助地藏菩薩 來幫助大家 所以連他的孩子 都會看到師公從天上揮下來 跟他在笑 這個就是恩師幾十年來 觀想地藏菩薩的悲心念力 將來幫助眾生 所以希望大家對自己有信心 好不好 要對地藏菩薩有信心 不要誤會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是一位偉大的大菩薩 你看恩師為什麼要把地藏經講完 世尊釋迦尼佛 他說地藏菩薩的威神得力太大了 只要你稱念他的聖號 你可以避免墮入三二道 為什麼他的功德力會這麼大 因為他太偉大了 所以他祭足很偉大的威神得力 所以他的孩子才可以得救 因為他遇到苦 醫生已經叫他把孩子送去 要準備後事了 所以他內心 失去一個孩子那種痛 他就把那種痛化悲哀為堅強 用功 所以他那時候用功非常專心 沒有雜念 他如果再這樣把握用功的話 他要成菩薩會很快 所以我們就是要這種專心 懂不懂 你愛這就是 所以我們做太太的要知道 媽媽很愛和你 父親也是很愛 只是父親有時候不善於表達 都是板著一個臉 不可以亂喔 亂要打你喔 所以以後不要對孩子這樣 懂不懂 要跟他們走在一起 跟他們打成一片 這樣懂不懂 我們台灣全國電視很厲害 他們做的廣告非常好 有一個廣告 他就做一個爸爸 很威嚴 他很愛他的孩子 他買一台收音機要送給他 他很開心要送給他 但是跟孩子說 要夠好喔 要夠不好喔 皮皮膚這樣 你看 我從那個影片就想 做爸爸的 我要來教你們做好不好 做爸爸的只不叫複製過 沒有錯 但是不要用這一套好不好 你用這一套 那個孩子就怕複製過 怕複製過 這樣懂不懂 聽得懂嗎 懂 孩子會害怕 用溫和的 跟他說 喔 你這一次成績很好 爸爸買收音機給你 你要顧好喔 顧好才不會故障喔 懂不懂 不要蹦著那個臉 懂不懂 因為蹦著那個臉 孩子會怕你 會誤會 我常常在處理一些 而你誤會護親 喔 真的很是虧 所以偉大的護親 要記得恩師這句話 好不好 喔 因為既然他會怕 跟你又會有代溝 不能你就用笑臉給他 懂不懂 喔 這樣就可以幫助他 又沒有問題 好嗎 好嗎